你知道嘉义的街道都藏着自己的故事吗? 在嘉义市中正路与公民路间的成人阶段 总长度不到一百公尺 铺有红毡的街道 本来画廊与表辈店淋漓 但是现在所生不多 其中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在嘉义有一条非常有名的街 就叫嘉义美街 可是最先开始并不是美丽的美 我们是一个叫米街 整个米街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米昌的集中集散地的地区 在清朝的时候最早之前 我们这里就是最和牙最富豪的一个地区 那富豪的地区的人 大部分呢 不会把他的子弟 让他们去做生意啦 或者是去种田啦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请了我们那些 等双鸡台湾来到台湾的这些师傅们来教导他们 能够请起师话全部都要具备 包括了里面 也是日记时代最有名的 陈城坡先生 林玉山老师 以及雕刻家 普天生老师 他们全部都是住在这个地区 那因为从事这个美术方面 所以后来慢慢的改 就是改谐音 我们那个米 美米的米 也是美丽的美 把那个谐音改过来 改成美街 这条街在日记时代的时候是 比较有名啦 就是说从事那个艺术方面的老一辈人 他们都比较 因为老一辈人在日记时代的时候 他们有时候会常常走动 聊聊天 那现在 现在比较去 去在乎注意的 就是有些人有兴趣 写字画画 他们才会去注意到说 这条街 以前它是也在表辈啦 还是在做什么的 然后他们就往这条街过来 随着艺术家们的过世 美街上的艺文风气 越来越低迷 因此在民国83年 文建会发起了美街的社区总体营造 希望能透过街道风气的营造 重整美街风华 到了民国83年 文建会发起了一个社区总体营造 来到了嘉义 我们的文化局的局长 他说到底我们嘉义要画在哪里 不然间他们才想到了 这条街曾经是台湾最有名的嘉义的画度的起源地 所以他们希望把这条嘉义美街 能够让它让我们嘉义市民 能够知道我们20年代是这样的一个人文悔萃 可是后来以我自己个人觉得它失败了 为什么会失败 因为我们在发展这条美街 就是希望能够唤醒这些意识家 能够在这个地方跟百姓来做一个对话 可是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 发现只有留下了一些完全看不到 跟那一段时间存在的那些意识家 因为意识家都已经搬走了 或者是他们已经过世了 所以这条美街就没有办法去营造出 艺术的街道 让我们看不到 再来就是居民们也没有很积极的 是不是我们能够把意识家的精神 用它的稳串 让它这条街能够重新再做出来 我印象中应该是委托成功大学 他们来规划的 那因为外地来的 它对我们本地当地的生活 它可能不是很了解 那因为你要从有再去把它造接 变成一个新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揭露的话 它可能会有一些阻碍 譬如说我原本就有的招牌 我要重新做成同一规格 可是明明都是好的东西 你要请住户再多花钱去做 当然有人会反弹 其实对我来讲 我觉得应该谈不算失败 只是因为说你是第一次的造结 你居民从来没有这种社区营造的意识 那你要突然间给他们这种观念的时候 当然它需要一些磨合 对啊 可是你现在看其实 应该算一半吧 五成的成功率 毕竟你现在讲美街还是很多人知道 美街上的店家也随着时间不断变化 有人选择搬离 也有人决定进驻 创造了如今美街的景况 美街的故事随着发展的没落逐渐被淡忘 要让故事重新被唤起 需要靠着大家的努力 美街未来的发展与定位也值得深思 我觉得这条街未来的发展 可能是固定的啦 如果真的要讲以前那个年代 跟现在这个年代 是有在进步啦 是表辈这个时候 是有在慢慢兴盛起来 但是没有很持续啦 没有很持续 但是现在文化中心 现在政府它也是很大力在推 很大力在推这个议文活动 然后这个还是希望政府方面 能够去增加他们的一些 一些资源来投资到这个议文活动这个方面 然后看能不能把这个气息慢慢慢慢的再往上拉 因为毕竟这个是一个传统文化的气息 如果是如果把它断掉的话可能会比较可惜啦 以前来看美街的人他可以看到的东西比较多啊 譬如说他可以了解这间房子可能是 譬如说是某某大师 林玉山大师住过的房子啊 对啊 然后这边是以前是表辈街啊 或者是有什么施舍啊 然后还是有什么名人住在这边啊 可是现在其实因为时间你看这样子大概20年过去了 对所以有一些旧房子其实有的是易主了 有的是不堪使用的 对那没有在这20年过程里面没有 没有再把它就是用比较政府的力量把它保存下来 我是觉得是比较可惜的东西 因为你转手易主之后 每个人对房子的使用观念可能就不一样 那因为你没有在地生活过 所以你可能也不会想要去把美街这种东西 这个就是这个文化 或者是说这个过程把它想说保留在给以后的人知道 我们也希望这条街能够再重新出现它的风华 可是这个要靠大家一起来 我们在地的人都不想去把它发挥出来的话 那这样可能就比较困难的一点了 可是它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去探索 我们嘉宜一直在号称画都 那这些画都到底是要怎么样再呈现出来 对于在地的规划需要全盘的考量 而文化的复兴需要从你我做起 嘉宜的街道和其多 人们总是冲促的来去 下次不妨慢下脚步感受街道的历史 其人情温暖吧